政治新闻 香港《苹果日报》早前遭港府指控勾结外敌 并援引国安法冻结高达1800万港元 大约958万令吉的资金以后 如今已经陷入了弹尽粮绝的困境 余款只能够再支持几天的运作 可能会面对停刊的命运 母公司异传媒今天召开董事会议 要求保安局尽快回应 是否可以解冻部分的资金纾困 港府勒令银行停止账户的做法 导致报社无法发行给员工 引起了触犯劳工条例的争议 不过根据网媒立场新闻的报道 保安局方面对此暂时没有回应 早前只是以案件进入司法程序为由 表明将会依法处理所冻结的财产 根据了解 董事会星期五会再度开会 商讨苹果日报是否停刊 还有今后的动向 内部消息透露 这一份拥有26年历史的报章 将会在这个星期六与读者告别 异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的顾问西蒙 早前受访时也说 报社已经没有获得资金的渠道 举步维艰之下 相信只能够再多撑几天 我打算了 不过是否败不够 不够 我打算了 要不要词 不够 不够 谢谢观看